各位電影姐妹你們好,歡迎你來到這個網上的Zoom的討論會 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這段時間都是講到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今次去到最後的主題就是怎樣幫助人進入侍奉 有些人來說他覺得幫助人進入侍奉真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在經歷聖靈的人來說這件事是發生的情況比較多的 在我自己經歷聖靈之後 在我最初經歷聖靈的教會 我都興起十個人做傳道人、宣教士和牧師 在不同的時間都興起不同的人進入侍奉 因為當他們經歷聖靈的時候他們看到神很真實的工作 還有他們看到神真是祝福聽他的話的人 還有他們為人祈禱也看到人的怎樣經歷聖靈 生命有改變 所以他們會覺得更加有能力 有神的同在去祝福他們的侍奉 所以就更加放膽去進入侍奉 在經歷聖靈的圈子是有更多人有這個心想去侍奉的 很多人沒有經歷聖靈他們的難組是什麼呢? 他們覺得自己做不到什麼 覺得自己都沒有什麼作用 就不敢去進入侍奉 我覺得幫人的靈命都是很難的 所以就覺得很難進入侍奉 希望今天我們所討論的會幫助大家 有信心去幫助人進入侍奉 首先的經文就是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節 耶穌講的說話 他說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若有人服侍我我負必尊重他 這個講到就是 如果有人服侍我 就應當跟從我 就是說跟我一起 跟著我 我在那裡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就是說如果有人服侍神 必定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跟神是相近的 那麼就服侍主耶穌的人都在那裡 如果有人服侍主 天父必定尊重他的 神會看重這個人 有人有心去服侍主 給神使用 神是很喜悅的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都被呼召傳福音的 去建立人的靈命 這個就是大使命了 去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 和耶穌所吩咐都教訓他們遵守 這個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 那麼 其實這個已經是服侍的 就是有些人他們本身 沒有一個全職侍奉的身份 但是他時時傳福音 時時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教會 他已經是在服侍著的了 那麼這個就是 可以說是大職侍奉 那麼這個經文所講的 是兩樣都有的 就是任何人大職侍奉 或者是全職侍奉 神都喜悅的 神就會尊重他的 那麼這個就是說 神喜悅這些人 神是會祝福他們 加力給他們 那是會特別與他們同在 神與他們同在 因為耶穌都說到 你傳福音的時候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而全職侍奉的人 他是用更多時間去侍奉神的 那麼當然也都有真侍奉 和假侍奉的 因為耶穌都說到有人 他是 跟耶穌說 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 奉你的名行許多二能嗎? 但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 所以如果單是 事奉而同耶穌 是沒有一個個人的關係 沒有回應聖靈的感動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如果他完全 和神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呢 事奉並不是得救的方法 得救的方法 是悔改信靠耶穌 而得救的人呢 他一定會生命上 總是會被聖靈感動他改變 感動他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並且感動他去遵從神 和祝福周圍的人 這個是每一個真信耶穌的人 都會有的 我記得我自己當初信主的時候 我馬上說 首先我真的研究 發覺神是真實 有很多證據 我就很興奮 真的有天堂 因為在那時候之前 我就想到人生為了什麼呢 那我就想到就是 就是我想到做工啊 結婚啊 有家庭啊 那跟著我想下去 那跟著怎麼樣呢 跟著就是 跟著就是老啊 就有一天都會老啊 都會病都會死啊 那我就說人生為了什麼呢 那當時我還沒信耶穌 還沒知道有神啊 那我就只是說做人快樂一點 那所以我那時候 那個結論就是說 人生的目的呢 就是現在做人快樂一點 那但是後來當我聽到 有神的證據的時候 我是非常之興奮的 是不是真的有神呢 那我是很用心去研究 去尋找 去真的看到神的證據 我是非常之興奮 哇真的有神啊 那時候我每一早起床 就是有神啊 就是我會這樣興奮的 那然後呢 我就 就是 總之神安排我能夠呢 是 上一個初訊的過程啦 後來又安排我去到教會啦 那我就 在那時候我已經 時時跟我周圍的人傳呼音 我說真的有神的 真的 真的有證據證明有神的 那時候我來講 時時都是 首先講到神是真實的 那向很多人去傳呼音 那後來我就說 就是我發現其實很多人都不肯定神是真實的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不知道 那我就說 真的需要多些人去告訴他 那我就跟神講了 如果你願意呢 我是願意成為牧師 去帶領這些人信耶穌的 那這個是我在早期信主之後呢 已經有這個心 就是神推動我 首先就是傳呼音 就是呢 還有呢 是關心教會裡面的人 因為我 那時候呢 我初去教會的 去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開始想了 其實那些人在教會 是不是一定都信神是真的呢 因為當時來說 我是想著這件事 就是是不是信神是真 真是信靠耶穌 我也都知道信靠耶穌做救主的 那是不是真的信耶穌是真呢 那我跟他們在聊天 我發覺有些人是不肯定的 那所以我就特別 早些回去團契 然後呢 就遲些走 跟他們聊天 那這個就是我在信主之後 神就給我這個動力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這個動力的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回應 當我們越回應呢 就越有動力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那個 我傳給你那些文字 那在B的點裡 就講到 基督徒一信主 就可以侍奉神 而第一樣侍奉神呢 就是向周圍的人 分享 神怎樣更新他們 神怎樣賜給他們平安喜樂 和各樣的祝福 然後呢 向他們傳福音 讓他們知道呢 雖然他們認識 仍然是膚淺 神都很喜悅 他們開始見證神 和傳福音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一信主 我們就可以 鼓勵人去傳福音的 所以我們帶人信耶穌呢 就不要只停在信耶穌就算了 不要停在他們回來教堂 而是讓他們知道呢 你周圍的人都不認識耶穌的 那你跟他們說呢 他們會有人跟從你 會見到你的改變 他們會想認識耶穌的 那其實呢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那些人已經信了住一段時間 有些人已經向他周圍的人傳福音 他們都沒有好的反應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 可能都是抗拒的 那他就變成傳福音的機會是少了 除非他去 故意製造一些機會去傳福音 或者是出外傳福音 或者是網上傳福音 那但是很多人呢 他們就會 那個機會是少了的 除非他故意出外傳福音 那但是初信的人呢 就不是的 初信的人周圍都是 沒聽過他傳福音的 也都知道他以前的生活是怎樣的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在初信的時候 立刻告訴他 全心跟從神 神是會祝福你的生命的 當你去傳福音去救人的靈魂 第一就是那些人得救 第二就是神常與你同在 神喜悦你 神會祝福你的生命 提升你的生命 你就可以更大給神使用 就是我們初信的時候呢 已經可以這樣鼓勵人的 告訴他 神喜悦你為耶穌所做的 還有如果我們用這個 經歷聖靈報道法呢 就是說幫人祈禱經歷聖靈 祈禱之後就問一下他 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譬如他說 覺得平安、輕省、感動、有能力 我們就告訴他 你看看神可以臨在你身上 你想不想耶穌祝福你呢 他願意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解釋福音 解釋給他聽 耶穌為你做了什麼 然後你怎樣悔改信耶穌呢 耶穌就會拯救你了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帶他信耶穌 然後也告訴他 你多祈禱 多親近神 跟我們一起去操練祈禱 操練為人祈禱呢 你就會發覺 你為人祈禱呢 那些人會經歷聖靈呢 你可以帶他們去信耶穌 那這個人有單純的心呢 他們多去祈禱的時候 又肯去為人祈禱呢 他就會發覺 他會真的幫到人經歷聖靈 我試過有些人呢 一初信而已 我立刻叫他為人祈禱 他被祈禱的人都說 感覺到有平安 進入他們的裡面的 那所以這個是神賜給我們的權兵 是我們可以使用的 是可以一初信 立刻鼓勵他做 也都是得救之後必然的果子的 當我回教堂的時候呢 或者我停一停給大家 有沒有人想發問 剛剛我所說的 就是信主的人 第一點 在這裡我沒有寫到 就是說 信主的人 聖靈會賜給他的動力 去侍奉神的 去傳呼音的 這個是所有信耶穌的人 都會有這個改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我們幫人信耶穌之後 我們都鼓勵他們去祝福他周圍的人 向周圍的人傳呼音 是神所喜悅的 神會加力給他們的 那這兩點有沒有人有問題 就是關於初信 我們立刻就 就叫他去傳呼音 就 訓練他 教導他 怎樣去傳呼音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 牧師人 是否真的說 初信那些 鼓勵去傳呼音 因為他們的聖經根底 他們可能還未有信心說 是否講的是神怎樣改變他 令到他信耶穌這些見證 是這個其一 其二他都可以學習 因為我們一跟他傳呼音 就已經解釋了一件真理 就是說 你悔改信耶穌 耶穌就將永生賜給你了 那你用經文去解釋給他聽 那他當他明白的時候 他只是用很簡單的經文 他都可以向人傳呼音 或者甚至就這樣說給人聽 耶穌為我們釘死 叫我們能夠得救 你跟那些人傳呼音 說給他聽 有不同的approach 當然 其中approach 講到真的有神的 神很愛我們的 那你想不想將來能夠去到天堂呢 能夠得著永生呢 有神祝福你呢 那然後他 最簡單 如果他懂得念 有行福音三章十六節 都可以用 就是用那個經文來傳呼音 那也都可以用其他更多的經文 就是 我覺得不用要他很懂聖經才傳呼音的 他懂了最基本就已經可以開始傳呼音 就是我不覺得呢 是要很懂聖經 我初期那時候信主那時候 不過我 我立刻看聖經 看很多 我 我初期信主 我立刻跟人說呢 我 都不是講很多聖經的 就是傳呼人不用一定要講很多聖經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其實現在有沒有回答到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以上的 我都想講講 在我 信主之後在教堂教我們 會改信耶穌就得救了 跟著我看耶穌說的話 我又覺得耶穌很少說到 單單是說到信耶穌得救 聖經是有說的 神愛世人 十字章 便宣賺至替香 神愛唄 同損 聖經有說的 不過聖經呢 有說的 猜人要跟從我 就當寫 description 十字深刻 這裡跟從我 人愛我的父母兄弟妹 因為過於愛我,不配搭我的門童 不配搭他十字腳跟從我,不配搭我的門童 那我就說,為什麼耶穌不是這樣說 你們悔鬼信耶穌就跟同我 就是在我初信的時候,我就有這個疑問 為什麼教堂說呢?就是信耶穌得救 而聖經耶穌說,就不是時事只是說得得救 有說得得救 不過很多事情就是,如果有人你跟從我 就當社記,你跟從我 就是你信耶穌,你現在跟從我,你就當社記 一說信耶穌,就馬上說到社記 當時來說,我是覺得有一個衝擊 到底是,傳呼是怎樣的呢? 到底我們得救是怎樣的呢? 那我現在就明白了 就是說呢,其實跟從耶穌一方面是我們悔改 信耶穌得救 但是另一方面呢,耶穌是呼召我們 背起十字架跟從祂的 放下一切 當我們有耶穌的生命,耶穌這麼美善 我們就放下一切跟從祂 就是說呢,不再去愛世界 就看到神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放下一切 那在馬太福音十三章那裡 講到天國比喻 也有講到人呢,尋找好珠子 他買到的時候呢,他找到一顆好的珠子 就是那些珍珠 他就變賣一切來買這個珠子 那這裡呢,就講到說 當人發現了神是這麼好的時候 就放下一切去跟從耶穌 所以耶穌永遠不是傳一個 cheap grace 就是廉價福音 有很多人呢,就只是傳 就是說,你 總之你悔改,不是,總之你信主 有時候他們都不說悔改 總之你信主就可以了 就得夠了 總之你悔改了信主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 不是耶穌表達的那種方式 耶穌有講到信耶穌得救 不過他也有講到 你跟從我呢,你就寫幾 放起 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 所以,當我明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經過很多年之後 當我看到 得救必然的果子 我才看到這一點 所以當我們帶人信耶穌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耶穌給你這麼多恩典 福氣,當你聽耶穌說遵從他 是很歡喜的 而神是呼召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作美好見證的 但是我也不是叫人給人壓力 有些人就會給人壓力 你要做什麼,你要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神就不喜歡你了 這個就不是我想說的方式 是耶穌所說的 耶穌說我 來了是叫人得生命 我們都將耶穌說這句話 他能夠改變人 賜給人封聖生命 而當我們跟從神的時候 神好喜悅,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這個就幫助我 了解到為什麼耶穌 要跟人說的時候 他沒有在街上跟人說 你們信我,信我就得永生 他有這麼說,但他不是經常都這麼說的 很多次是說到 我們怎樣寫記 去進入閘門 去跟從耶穌 是說到跟從的 不只是說到信耶穌 但是有些人的系統神學 就變成了信耶穌 C 他們可以尋找機會去祝福 周圍的基督徒 和建立教會 這都是神喜悅的 就是說 初心都去關心人 去鼓勵人 有些基督徒 就經常去到教會 就只是想人關心他 那他呢 這一類的基督徒 他們就會怎樣呢 就時時都是想著 我回到來 那些人就會關心我的了 那當那些人不關心他的時候 他們就會埋怨 他們就說那些人都不關心我的 那我們其實遇到這樣的人的時候 我們都教導他 我們每一個人都 耶穌拯救我們 我們都是神的家 我們屬於神的家是好的 其他基督徒會鼓勵你幫助你 但是我們都同時去 鼓勵其他幫助 其他的基督徒 神就喜悅了 即是說初心的時候都讓他知道這件事 尤其那些呢 是經常都是期望人 關心他的人 那又可以告訴他 當你關心人呢 神是喜悅的 你亦都更加歡喜的 那個人更加開心的 如果只是想找人安慰的人 往往是得不到的 因為他只是尋求人的安慰 他呢 很多時候會失望 會 就會說 人都不關心我的 人都不理我的 那這個呢 就是都有很多人的心態 就是想來到得到安慰 所以我們去鼓勵他 祝福周圍的基督徒 和建立教會 好了D 他們都會 有感動 即是有個重生得救的人 他會有感動進入某種的事奉 那就告訴他聖靈 將這個心放在裡面 這個就是講出神的屬性和恩典 神呢 住在你心中 所以祂會感動你 所以你會有心想去救人 因為神賜給他這方面的恩智和能力 譬如當他有心 去幫助人的時候 就告訴他 這個就是神在你裡面做工 所以你會有這個動力 那就可能呢 將來他們可以進入這些的事奉 所以由初信就讓他們有這個觀念 就是呢 是神在他裡面做工 感動他 他越聽神的話呢 就越能夠進入不同的事奉 能夠給神大大的使用 就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就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好像給他一些 鼓勵他去關心人 幫助人 好像給他壓力 或者他做得不好 那這些我們都可以和他一起做 看看他做成怎樣 去幫助他發揮的 好 接著呢 就E了 侍奉也都幫助這個信徒成長 同時我們都讓他們知道 我們需要處理驕傲 或者想吸引人讚賞的心 神一定喜悅 我們單純有心 事奉神和祝福人的 這樣呢 事奉都會幫助人靈命成長的 就會幫助他呢 更加 懂得去關心人 看到人的需要 就會不注目在自己的需要 就會呢 更加有動力去幫助人 當他幫助人的時候 就發覺有些人真的很軟弱 很多情緒的問題 那我們都可以做給他看的 就是示範給他看 當我們幫人的時候呢 我都會很多時候 就叫其他人一起在那裡 看看我怎樣幫人 那等他們學習 就 就是讓他們呢 就是他們成長 在一個過程當他肯幫人的時候呢 他的靈命和侍奉都會成長的 那在這一段呢 我沒有說到呢 就是幫人經歷聖靈 而提升他的侍奉 在之前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說到 幫他經歷聖靈 幫他經歷聖靈呢 是會幫到他進入侍奉的 譬如他祈禱有能力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 你嘗試為人祈禱 他會經歷到聖靈的時候 你問他 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說有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 耶穌和你一起 所以耶穌會祝福你 所以你會覺得平安 慶省舒服 就是聖靈感動你 那就帶他去信耶穌 那我們就向他解釋這件事 也都幫他一起去練習 那麼他就看到神很真 就是經歷聖靈的人呢 他們進入侍奉 還有給神使用的機會是更加高的 那所以我們都自己在聖靈中運作 自己多親近神 也都是訓練人呢 怎樣在聖靈中運作 去為人祈禱的時候 都問問他對方有沒有任何的經歷 有沒有任何的感受 當他有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他 神在裡面做工了 那就興起人 那麼我也都同時說另一點呢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看到有些人真的有心 有心的時候 譬如我們中間有些人呢 就時時都向那些周圍的人傳呼音 就是甚至呢 向保安啊 向不同的人傳呼音 那就關心他們啊 就請他們喝茶 就跟他們聊天 那這個真是很有心的 那我們就欣賞他了 就欣賞他 啊你真是有心了 你這樣去幫助人 就是神感動你 神喜悅你的 神會大大興起你的 就是我們看到有人有這個心 那麼我們都有人呢 是將自己的見證擺上網啊 有些人就錄了音給我 然後我將他整成影片擺上網 那麼這些都是他們有心啊 那麼我又欣賞他了 那麼有些人呢 祈禱為人祈禱 他就領受到別人的需要的 那麼我又鼓勵他了 你又可以更多去為人祈禱 好去領受神給你帶領 然後都驗證你所收的訊息 是不是準確 是的時候呢 慢慢呢就進入知識言語 或者是先知性的時奉了 那麼這個就是發掘那些人的恩賜 欣賞他們呢 就可以提升他們的時奉 好 OK 好 那麼現在我給大家有問題去問了 就是譬如你想想你幫周圍的人 你覺得幫人進入侍奉這件事 難不難呢 不一定是進入全職侍奉的 就是幫他們肯有心傳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關心人 在教會裏面投入 在小組裏面投入去幫助人 你覺得做這些事來講 在你來說是困難 因為你都一直做開的 如果你一直做開 你覺得神一直使用你的 你都可以分享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先 牧師你剛才說初訊那些都可以關心的人 是 如果有些初訊那些呢 他自己本身都沒有假變 自己 例如他就是跟人相處的時候 就被傷害 所以他就很害怕跟人相處的 所以他就找團隊回來了 那他就想被關心 那這個是很明白 但是如果要叫他 都要多關心人 但是由於他自己是 跟人相處期間被傷害 他可能還沒有做到的 這個是一方面你說的是真的 就是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們如果時時都注目 在他們那些困難 又不敢踏出呢 他又永遠都停留在那個階段 就是我都見過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我就會鼓勵他們 你試一下 起碼小組跟那些人聊天 回應一下 參與討論 看到有人的時候都招呼他們 跟他們聊聊天 問一下他近來怎樣 其實當人這樣做的時候 反而他會忘記自己多些 我就覺得不是永久去叫他幫人 那也都看那個人的程度去到什麼程度 譬如那個人真的情緒很嚴重的 直接有情緒病的 那我們就不要叫他做著 但是呢 就跟他一起去跟那些人溝通 就是說在溝通的時候都讓他們參與 讓他們有些少的參與 那麼他們都會有自信一些 覺得在教會裡面呢 可以被接立 這樣呢 他是會放膽一些的 那始終他們都需要放膽 踏出去去跟別人建立關係的 那這個東西就需要他們做才能夠建立到 那這個所以呢 就是兩樣都是我們留意的 就不要只是說 他現在很孤單 他現在很憂鬱 很低沉 所以我們只是安慰他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覺得 安慰他的人呢 我們試過安慰很久很久 他都是經常都要安慰的 反而他幫人的時候 或者看到我們幫人 有時候給他看一下我們幫人 他就會開始有些心去幫助人 我自己就會覺得這樣 知道 牧師 OK 我會嘗試鼓勵這些弟兄姊妹 另外一個我遇到的初信者呢 他自己本身呢 只是回教會是對自己的信仰 如果去團體呢 他又不會的 因為他都很害怕跟別人相處 而他都不想打開的 但是他又會自己呢 去回崇拜的 就是不用跟別人接觸 崇拜啊 或者是有一些茶經 聖經怎麼寫啊 那他又會加入一些工作室啊 這樣 但是他是跟別人是團結了 那我有介紹過幾個 可以關心人的姊妹給他認識的 但是都是不行啊 那應該怎樣啊 其實這些人是需要醫治的 那我醫治的不是就是按手祈禱 這些懼怕離開 而是他的心裏面有對人的懼怕 他有不好的經歷 當然有嚴重 和沒有那麼嚴重的啦 那這種情況呢 如果他繼續是這樣呢 那一種情況就是他那個 跟別人相處的懼怕 另一種呢是有些人不肯 不想啊 就是廢事啊 有些人是這樣的 廢事 做什麼我要去關心人呢 沒有什麼動力啊 兩種可能性啊 那我就會說 當他是 在這種狀況呢 其實是不健康的 因為有一天 耶穌會跟他說 我給你的恩賜 你埋藏了 你是有機會幫人 但是呢 你始終都是時時停留在 自己被幫助 或者只是想學聖經 就是有些人以為呢 宗教和神的關係是怎樣呢 就參加完一個查經班 就參加另一個查經班 那查完這卷就查那卷 就是以為呢 這樣呢就叫做熟靈啊 那其實這個只是一個預備階段 因為到了審判的時候 神不是問我們 你查了多少聖經啊 是神是問我們 行了多少道 那所以我們都可以 跟他講的 就是說呢 首先 他的情況 我們分辨到 他是需要醫治先的 那我們了解一下 你在過去 跟人相處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什麼發生過 就令到你覺得 跟人相處是困難的 那了解一下 他是 是不是有些傷害 還沒處理到 那如果是有些傷害 還沒處理到呢 那麼我們 幾樣東西可以做的 處理傷害 第一 可以跟他祈禱 讓聖靈安慰他的心 讓他心裡面呢 感受到聖靈的安慰 得到平安 那就是神去安慰他 這是第一步 那然後呢 我們都可以 就是說 其實你都受了些人的傷害 那我們可以 輔導他 就是說 那些人對你做過些什麼 那譬如他小時候開始 經常被人指責啊 被人傷害啊 那就令到他 很害怕跟人相處 或者跟人相處都是很多失敗 那我們可以幫他去分辨 那些傷害你的人 其實他們跟其他人相處是怎樣的呢 那他們都會留意到 其實那些人跟其他人相處 都是有困難的 那些人都是傷害其他人的 他都是心裡面很多苦毒的 那我們就去 讓他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那些人都是有罪 所以他會傷害你 那你是不是一輩子都是這樣 被傷害 於是你就不怕 很怕跟人交往 那有一天 我們都要向神交仗的 那神就說你為我做了什麼呢 那時候 你說我怕人 所以我就一直都沒有幫人 那我們就空手見主面 那你想不想 你做在別人身上 神就喜悅你呢 那你不用想做很大的 小小都好的 比如你參加團契跟人交往 認識一下人 或者你還沒參加到團契 你只是跟我一起去關心一下人 你看看我怎樣關心人 好不好呢 那都是可以 那就是 首先他得到安慰醫治 就是說他知道 傷害他的人 都是自己受的傷害 那所以其實他們都比他更加慘 我們就不需要 他們傷害 不能夠傷害到我的 有些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不用介意那些人所做的 我就放手 我越放手 我就越能夠被醫治 我就不再怕人了 怕人的時候呢 不單止上校會有問題 上班也有問題 就是有些人 他被傷害呢 他上班也很難和人相處 很難和人相處 是通常在那份工作 是不能夠留得很久的 通常來說 因為他和人關係不好 那些人會排斥他 那他們都覺得不開心的 那其實我們都認識過 不少人是 他在什麼環境都不能夠和人交往的 那這個是可以 逐步慢慢來去幫他得醫治 而又鼓勵他 你踏出去關心人 神很歡喜的 你就算去問候的人 和他一起祈禱 神都會賞賜你 神都會祝福你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 你都可以做到的 不如你跟我一起 我們去和這個人聊聊天 了解他的情況 就是祈禱 我就覺得可以在這個過程 讓他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是受傷害 然後跟著他傷害人 所以他會傷害你 所以你覺得受傷害 而你知道其實他們都是很慘的 那你就可以開始放手 慢慢就不受人的傷害影響 就會 只是 時時都是活在神的愛中 就是一步步引導 他又不是逼他 只是告訴他 他可以改善的 這樣 OK 有沒有回答到你 有啊 有啊 很好啊 謝謝袁老師 OK 好 謝謝主 那有時候有些人都是沒有什麼 就是不太敢跟人交往 還有經常覺得人傷害他 和什麼人相處都會有傷害 那我都 我盡量化解那些傷害 我也都 就提醒基督徒幫助人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用壓力的方法 因為壓力的方法呢 可以造成傷害 就是任何批判 就是說你都不跟人聊天的 你都不關心人的 你神不喜歡你的 這些說話是不會令到人關心人的 是只會令到他更加傷害 因為這個是傷害的方式 反而我們說 啊 啊 我們很歡喜你回來 我們一起互相關心 互相問候 或者互相 有時候團契少少都可以做一件事的 不如你們現在兩個兩個 你為對方祈禱啊 去祝福他啊 這樣 那這個都是會 就是就告訴他 現在呢 你就是祝福的人了 神就歡喜了 神就會賞賜你 因為你為對方祈禱 你想祝福他 神都喜悅 和賞賜你 這樣 給他機會這樣做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啊 或者你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沒有了 謝謝 OK 好 在我事奉裡面呢 我經常都是提升人的 我經常都是很注目在那些人被人提升 就是可以被提升的人 因為我真的看到呢 天國裡面是 很多人是沒有天國的心 就是他們只是覺得 我來就想得幫助 不得關懷 我沒有什麼心去幫助人 我是見過很多很多這樣的基督圖 其實他們是很慘的 因為 就是反而他得不到神的祝福 他也都 在教會這麼安全的地方 他都不能夠成長 那麼他在外面更加難以和人成長 和人交往 那麼 所以 我都會 一方面關心他們 另一方面 我說你試一下開始去關心人 在小組試一下回應 那麼我 他一有回應我馬上說 你這次做得很好啊 你很勇敢啊 你踏出了 那我就會鼓勵他 還有我都會告訴別人 每個人都可以侍奉 還有神計劃 每個人都有侍奉的 神計劃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關心人 去建立人的靈魂 去拯救人的靈魂 而有些人呢 他是特別強的 某一方面 我一觀察到他有些特別強的地方 我馬上會告訴他 有些人他跟人聊天啊 他很能夠跟人建立關係的 那我馬上告訴他 你真是神給你這個恩賜 你去關心人 神是很喜悅的 那有些人或者他 分享信息啊 是很流暢的 很有鼓勵人的力量的 那我又告訴他 你真是有這個恩賜 那我也都 很多時候會鼓勵人了 你有些什麼 想幫助人 你可以錄音給我 那還有呢 這一種就是錄音 去講 分享信息 或者分享自己的見證 去鼓勵人 那有些我就可以 將他放上去網上 成為一個見證的 的錄音 但我加上那個人的相 或者如果那個人不想 就加另外一些圖畫 那就是這個方法呢 我去給人機會 就是我說這樣已經是侍奉了 那我也都有跟人說呢 你跟人聊天的時候 他願意呢 你就將他 你跟他聊天呢 錄了音 傳給我 那我就會回應你了 怎樣更加有效去幫助人 那這都是我提升的方法 那也都跟人說呢 就是你可以為人祈禱 那他有經歷的 就是說聖靈使用你了 那你越多為人祈禱 神的工作越大 那尤其如果有機會去宣教的時候呢 更加看到聖靈的工作 啊 或者有時候有些教會邀請我們 去幫人經歷聖靈呢 那這些機會是 通常我都會使用去幫助人的 就讓人呢 有這個信心 可以更加避神去大大的使用 就是我一有 見到有機會可以入手呢 有方法可以進去 我就會進去去鼓勵他了 是 是 你說吧 是 我呢 就 我知道神一直在提升我 但是呢 我又暫時好像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應該怎樣走這樣 我知道 需要去為神傳福音的 但是呢 我本身我的性格有 有些被動的 好像呢 硬是不太懂得怎樣做這樣 我應該怎樣好呢 其實你來講呢 我已經見到你 你也有同一些人聊的 你剛剛帶來的那個媽媽和那個兒子 我兩個都打過電話給他的 那個兒子呢 你就嘗試鼓勵他 看看他能不能回來 那這些都是你 他說驗過時間長 他媽媽那天跟我說了 是 我就已經調教了 就是有其他人反映了 我就調教了 我就將兩個信息合併為一個 那第一天呢 我們的信 整個時間就由兩點半至五點 就會 就可以離場了 就是其實呢 將 做到最後那半個小時都是互相祈禱的 其實就是 就是兩個小時之內 我們就做了所有的人 最後一部分祈禱 你可以告訴他 我們都會縮短這個時間 好的 其實你 因為你的工作是有服侍人 這個都是有很多的機會的 那你就首先跟他建立關係 跟他聊天 聆聽他 關心他面對的困難 然後分享你自己的經歷 所以我們越有經歷就越能夠影響人的 就是你越能夠 越能夠勝過所有的孤單情緒的問題 所有的受傷害的問題 睡覺的問題 和家人相處的問題 這些全部都可以成為見證的 嗯 嗯 他媽媽就是 聽我分享我的見證 那他就很希望 我幫他的兒子 嗯 但是他們又比較著重賺錢的人來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他其實心底很好 那我也願意幫他 那只要他肯來 那就慢慢來幫他 是的 是的 那你現在在做的就是 你就在做這件事 那其實第一步呢 有些人來講 就可能帶些人回來 教會 或者說定給我聽 我會帶這個人他有什麼需要 那就讓我們幫助他 這是第一種程度 第二種程度就是你自己懂得幫他 也都同時可以帶給我們去幫他的 那這些都是你們可以做的事情 那這些是越做越熟練的 是傳呼音啊 還有怎樣和人溝通 這些都是越做越熟練的 是我們可以逐步進步 那至於如何呢 這件事真的是一個很 就是很多方面的 就是我們怎樣建立和人溝通 靈聽人啊 關心人啊 回應人的需要啊 還有去分享 然後呢就引導他們 給他們知道神的恩典 問他想不想神祝福他 這都是我們可以 就是每一件事都學習的時候 逐步慢慢就會做到的 就是預備來提升 嗯嗯嗯 在我初信的時候 其實我傳了很多福音 但是不多人相信耶穌 但是我後來呢 我信了主之後 好像第三年 第四年呢 我就在一家基督教學教書呢 我就帶很多學生信耶穌 我就帶很多學生去傳呼音 那時候去那個學校在中環的 我就帶他上去冰頭花園 每次有團契之前呢 我們都上去冰頭花園傳呼音 才開始團契的 嗯 還有呢 我在學校呢 就跟他們有 首先是一個初信的查經班 然後另一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讀聖經的查經班 那我在兩個午餐時間都跟那些學生這樣做 那我自己這班學生是 全部除了一個之外 全部都表示信主 那這個都是我在我在基督教學教書的時候 那個很大的對比 嗯 其實呢 我自己信耶穌也信了很多年 那 我可能是因為情緒影響 我就是覺得 我首先 我需要神醫治了我先 那我才可以逐步逐步來 可以去幫其他人 這樣 把自己的見證分享出去 讓人家 可能我的見證都很吸引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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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吸引他們 信耶穌 是啊 其實你已經醫治了很多的了 那所以呢 你都可以放膽去 就是去祝福人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沒事的了 是啊 我覺得我是完全康復了 是啊 無論身心靈 我的健康是非常之好 我的狀態我覺得是 更好過以前我做女兒的時候 感謝主 那你就告訴別人 你說我完全回轉回 好像以前做女兒的時候 這麼開心 這個就 真是很 對很多人來說是鼓勵的 也可以見證 你可以見證 你可以拍攝自己 找個手機拍攝自己 也可以在我們聚會的時候 你說我想作見證 我們拍攝你和你放在網上也可以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的 這些都是侍奉來的 嗯 嗯 嗯 這個進步就是 就是需要做才能夠進步的 我自己都是做過很多很多 而我就是這麼久的經驗 我就發覺 用神的恩典推動人 信主和成長是最好的 最有效的 最不會有反效果 就不是給他壓力的 讓他看到耶穌多好 嗯 好 OK 感謝主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祈禱祝福我們 首先我們被提升 嗯 然後呢 我們就提升別人 就是我們每一個都可以逐步逐步 被神提升 去 祝福人 去 傳福音 建立靈命 建立教會 建立群體 建立小組 都是神所喜悅的 也都在我們周圍的環境 我們見到人 有時都跟他聊聊天 然後慢慢有機會跟他傳福音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滿有恩典慈愛 神你是一位憐憫的神 你是憐憫人的 你很想拯救人的 你很想更新人的生命 很想提升他們的生命 主求你幫助我們有你這個屬性 時時有憐憫的心 時時看到人失喪 我們就很想拯救他們 很想幫助他們 求主施恩 祝福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也都使用我們去堅固其他基督徒 我們見到有些基督徒 他們靈命軟弱 或者他們都沒有什麼教導 去發揮生命 很多時候就注目在自己的需要 或者是時時被他困難 捆綁住 或者是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 可以怎樣榮越神 怎樣傳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為主幫助我們去影響他們 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也都使用網上的這個見證的平台 不同的方法可以在網上作見證 可以影響別人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為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加力給我們 我們當我們服侍你的時候 天父必尊重我們的 神一定喜悅 我們神一定大大提升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為主幫我們先享受你 先享受你 然後我們就得力了 主耶穌尼真好 阿里路亞 為主的同在 加力給我們 主我緊靠你 主我緊靠你 盡我心 以我靈 主我緊靠你 以愛感觸我心 將我緊擁抱 我只歸你 屬於你 我只歸你 只歸你 主耶穌幫我們享受你 時時親近你 緊靠你 神你就更生我們 致給我們動力 有憐憫人的心 多謝天父 神你又喜悅我們去祝福人 去憐憫人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一定會紀念 一定會賞賜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主詩恩 多謝耶穌 我們感激你 我們享受你 享受服侍你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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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